深夜,一队美军士兵,正在前进击毙附近巡逻,走着走着,他们听到了几声像开啤酒瓶盖一样的闷响, 众人不以为意,继续前进,突然,竖发迫击炮弹从天而降,爆炸声四起,小队伤亡惨重,但是反炮丁雷达和红外设备都完全找不到炮弹的来源,这个虚构的小队刚刚遭到了俄罗斯2B2582mm无声迫击炮的打击,如俄美在叙利亚的冲突加剧,上面这段描述,可能将不再是一段推下, 而是会真实发生在美军小队身上的灭顶之灾,实际上,这款听起来像是只会在科幻游戏里出现的无声迫击炮,已经在2018年装备,于俄罗斯的特种部队,近期在莫斯科举办的军队2018军事论坛上, 这款俄罗斯独创的武器,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,2B25迫击炮由俄乌拉尔杰尔仁斯基车辆制造厂的海燕研究院设计制造,使用了极其特殊的3VO35无声迫击炮弹, 这款台机炮弹拥有一根十分长的尾管,尾管顶端具有发射药和一块活塞,发射时活塞撞击敌火, 引燃发射药,强大的推力立即将弹体推出炮弹,但火药气体会被完全密封在这段尾管里,达到无光无声无烟的3VO发射效果, 这种特殊发射原理,不仅让该炮能三无发射,还给该炮带来了超高的战斗射速,因为炮糖不用承受火要燃气的高温, 所以毫无过热之余,极限射速能达到1分钟30发,可从1200万对敌人无声的降下淡雨,堪称沉默杀手, 俄罗斯早已把这种闷罐式的无声发射原理完的炉火纯青, 在前苏联时期,苏联特工就配发过S4M、MSB等多款使用该原理的无声手枪, 苏联特种兵也装备过类似原理的D型无声手枪和BSE沉默,下挂榴弹发射器, 我国也有一款运用了类似原理的武器,DZ-C08是火箭筒,该筒研制耗费8年时间, 使用前后两个活塞将火药燃气完全密闭于筒身内,达到了三无发射效果, 同时还使用平衡体抛射式的原理,是该武器能在狭窄空间内安全使用, 其攻坚弹头能一发在砖墙上炸出50厘米宽的大洞,可有效毁伤轻型装甲车, 是步兵打击坚固目标的利器,DZ-C08受到了外媒的广泛好评, 相比之下,美军却从未装备过此种武器,在空军海军上一向, 表现出高科技感觉的美军,于单兵装备上,却往往有着不少的缺憾, 注,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,文章未经授权尽直转载, 关注我们,每天阅读更多精彩内容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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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